來到北海道, 有幾樣東西要做 一就是瘋狂美景打卡 二就是曠色命運 今天的行程全部做到 夏天的北海道, 最適合就是賞花 雖然今天天公不造美 不過落著雨賞花, 真是別有一番風味 除了賞花之外 還可以買各式各樣的紀念品 還不夠好, 可以自己下手做一份 搞定了, 很香 原來很容易製作, 很舒服 之後再去這個比鍋子清潔的清池 在毛毛細雨襯托下 更加增添幾份浪漫感覺 阿忠真是打卡打到手軟 雖然我喜歡自拍, 但我更愛他 北海道墨瓜是這裡夏天的盛產 阿忠, 我們這次手團來到這裡 還可以放題飲食 不插番薯, 怎麼對得起自己 很甜, 很多汁 它的蜜瓜特別軟和甜 平時刀叉切開它 其實我不需要用力切開 即是在碰碰碰, 它已經整塊脫掉了 它應該是店舖選最適合時 最熟悉, 最好吃的狀態 才會提供給我們 如果不太貴, 我也想買一個 叫人店吃, 開心一下買 我現在身處在薄野區的拉麵環丁 這條街聚集了17間歷史悠久的拉麵店 但不知道疫情之下又變成怎樣 眨眼看, 只有一半店鋪開門 而且人流不算多 不過聽拉麵店的老闆說 疫情以來, 因為沒有遊客和本地人 都減少出外吃飯 生意曾經大跌九成 不過幸好得到政府的援助 他們才可以咬緊牙關 熬過這次疫情 雖然現在人流少了點 不過最重要是拉麵保持水準 在北海吃拉麵 有三種出名的湯底 包括味噌、醬油和鹽味 不過在雜房最重要是吃味噌湯底 這次點了飯辣杯味噌拉麵 試試 很香 很熱, 但很好吃 對, 確實在日本味道很適合 吃了湯底 很濃郁, 但濃郁得來又不會太膩 來到北海當然要吃海鮮 試試飯辣杯 很辛酸, 很甜 這個拉麵還要1500日圓 90元也不用 吃完一碗, 雖然有點飽 但為你支持 一定要安排再來一碗 吃完美